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先的都城叫西京 也就是说 这只是日本都城的东西之别 和中国的都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如此一来 这个问题就变成了 在中国 为什么有北京 南京 却没有东京 西京了 一 历史上一个朝代 为什么有那么多都城 每个朝代 其实真正的都城只有一个 其他的都城都叫做陪都 或者叫做行宫 陪都或者行宫的出现是非常复杂的 比如祖先发祭史上出现过不同的都城 金国金太祖完颜民 最先在惠宁府建都 后来这里就叫做上京 然后海陵王迁到大兴府北京 这里又叫中东 或者叫中京 后来受蒙古压迫 金主把都城迁到开封府 这里又叫汉京 或者叫南京 比如在已有都城基础上设置一个陪都 比如北宋把开封定为都城 把洛阳定为陪都 唐朝把长安定为都城 所以把洛阳定为陪都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比如南宋定都在临南杭州 但是并不把临安称为都城 而是只称为行宰 反而事变经开封成为他们真正的都城 西洋下的北京 阿尔 北京 南京这两个地名是怎么来的 北京 南京这两个地名是在明清时期才确定并遗留下来的 其实在之前的中国古代王朝社会 其政治中心在中原地区 因此京城也大都在洛阳 长安之间转换 京城一般也就是东 西之分 到了袁明清的时候 政治中心已经不在中原地区 而且是调和了南北矛盾的产物 因此都城不再是东 西之分 而成了南 北之分 具体来说 就是明朝的时候 最先朱仁章的应天府称帝 改应天府为南京 接着 朱棣发动静难之一成功 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他的前地 也就是原来的元大都 这样就出现了南京和北京的区分了 清朝定都在北京 原先的南京与清朝没有关系 满兴原先根据发迹的先后顺序 从关外到关内 依次有新京 圣京 北京三个都城 所以 南京就改名为江明 但后来中华年国又定都在这里 所有又改为南京 把北京改为北平 接着新中国成立 又把北平改为北京 由此可见 北京 南京这个名字 是历史遗留到现在的结果 古代的西京三 历史上 有没有出现过东京 西京 正如前面我们所说的 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的政治中心 主要在中原地区 因此 京城也主要是东 西之分 而这个东 西都城 还有特定的指向 就是把长安 西安称为西京 把洛阳称为东京 至少在唐朝及以前是这样的 都城的选择 一般不在长安 就在洛阳 所以说 并不是没有东京 西京 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东京和西京 张恒写的《两京副》 就说的这里 这种情况 在北宋的时候发生了改变 由于长安的生态环境变差 曹运也变得非常不方便 因此 这里已经不太适合建都 北宋把开封定为都城 不过开封也有非常不利的因素 就是没有江山之险 防守困难 宋太祖于是提出迁都到洛阳 但是遭到赵光义及一众大臣反对 所以作罢 不过 也因此把洛阳叫做西京 把开封叫做东京 南宋有本《东京梦华录》的书 就是记载开封的事情 由此可见 东京 西京并不是没有 只在在历史演变中消失了而已 参考资料 中国通识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